《八王皮鸡》我看了不下七八遍吧 好的一定要多看 凯歌导演送张碟给陈吴老师吧 待会儿送张DVD给他吧 不是他 他比较保守 《剧力无极》上映已经过去15年 老父亲陈凯歌依然用了孩子 比喻自己的作品无极 互独自的情绪铺满面旁 我自己的电影永远是在意的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 说啊 家里刚生了一孩子 这个客人呢 说恭喜恭喜 你的孩子跟所有的人一样都是要死的 在公众面前对于无极的喜欢和坚持 甚至失态 像极了为熊孩子护短的冠翼家长 指引这个孩子实在是承担了太多老父亲的期许 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承担了帮助实现梦想与野心的重担 陈凯歌曾经放言 十年之内无人能看懂 这部关于爱与自由魔幻剧志 如今15年了 不少观众回头再看 依旧无法领会到 陈凯歌口中的观俏玄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